欢迎今天的特别嘉宾 她是五肺的痊愈者 谢谢Rita 欢迎你 四个一年终于见到文英姐 文英姐好 大家好 去年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我们当时曾经连线给Rita 那个时候你还在医院 对 我们特别说明就是 Rita她是西班牙的留学生 那个时候五肺疫情的时候 她在西班牙两次裁剪 都被认为是流感 后来回到台湾是确诊 马上就进了不压隔离病房 能讲一下当时的 你的第一个症状 还有你在不压隔离病房的情况 好 我在西班牙 大概二月中的时候 就有出现肝咳 非常剧烈的肝咳的症状 那因为台湾这方面的 资讯比较丰富 比起欧洲多很多 那时候家人 还有我自己本身的 警觉性比较高 就想说那有可能是 得到肺炎的症状 那我到了医院去检查 他们就是直接说 最近有很多流感 所以你应该就是流感 不要想太多 就塞给我咳嗽药水 就打发我了 那时候我咳嗽是咳嗽 严重到我一躺下 我就开始剧烈的咳嗽 所以我不能躺着睡觉 我都要伴坐着 才可以睡得着 相信专业嘛 我就想说那可能真的没有 但是喝了好久的 咳嗽药水都没有用 然后到三月中 三月初我就开始发烧 那发烧只有发烧一个晚上 大概是37.8左右 没有到38度 然后我有全身开始倒汗 打了防疫专线 那他们就是接听了电话后 只用我的旅游室判断 说我是台湾来的 所以没有问题没有病 他们连症状检验 都没有打算来帮我做 后来你回到台湾之后 立刻接受了治疗 在当时是失去嗅觉跟味觉 好像你吃一些麦当劳 还是吃一些素食 口味很重的都没有感觉 吃不出它的味道了 对 我是从三月中 就开始失去胃嗅觉 所以等于我咳嗽一个月后 我突然失去胃嗅觉 那那个症状那时候 在欧洲比较普遍 但是好像在台湾 好像那时候 没有这么明显的症状的案例 所以我就在医院就医的时候 我就跟医生主动说 我有失去胃嗅觉这个症状 那是不是可能也是有关肺炎的 所以那时候医生才说 好像确实是有 好像跟你同一批回来 很多留学生是有这个症状 对 那时候才出现说 原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症状了 对 你在接受治疗的那个部分 非常的痛苦 我记得你好像洗红果说 很像是溺水一样 那个感觉是吸不到氧气的 因为你就一直剧烈咳嗽 咳嗽到身体剧烈的晃动 然后没有办法吸气这样子 刚刚黄泉医师有讲 也就是说痊愈者 他可能不是那么完全能够不原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你在痊愈之后 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回不去的症状 那我做了心电图 还有做了吹气的一些肺功能检查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出院后 确实是有一点体力没有像以前好 那我不能说它是完全是因为 这次的生病导致的 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 去做一些心肺运动 可能跑步游泳 甚至去潜水 那就是希望自己加强 自己心肺方面的功能 所以他还拿了潜水教练的指教 他的心肺功能恢复算是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刚才解释他在咳嗽 好像溺水这样子 其实就是刚才我讲了 这个就好像在肺泡里面 这个玻璃在割伤 然后一大堆水跑出来 所以吸不到气 那当时那后来是治疗是有成功的 那他是年轻嘛 年轻的心肺功能恢复了 本来就会比较快一点 不过就像所说的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疲惫 或一点点没力气这样子 这是一个经过大病患以后 大部分人的一个现有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在隔离病房里的治疗 其实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们都非常知道 那当然医护人也是很辛苦 没有跟你讲很多话 因为他们进去马上就出来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SOP 必须要这样执行 我们一句话有什么话 跟医护人员说 我想和他们说 就是他们真的都是我们的英雄 然后谢谢他们 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 都挡在台湾的第一线 然后守护住台湾 你们真的辛苦了 好 谢谢Rita的出现 他的出现是要提醒大家不要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我给大家看到 请到聚焦2.0FB点赞 请在聚焦2.0FB点赞 请到聚焦2.0FB点赞 请到聚焦2.0FB点赞 请到聚焦3.0FB点赞